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欸 金融 你頭髮很亂 你多久沒剪了 蛤? 半年沒剪 真的是 無言 不是 你自從運動會結束以後 你就講話都怪怪的 對啊 你是不是變回演員的時候 你都很愛開玩笑 我本來就是很愛開玩笑 那你為什麼運動的時候那麼認真 不一樣嗎? 你要不要剪? 可以啊 修一下旁邊啊 那你會 不然我幫你剪啊 好欸好欸 憑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家來這裡都要第一次的初企業 所以要跟你剪 不是應該是你有剪頭髮經驗才給你剪會比較好嗎 你知道春哥來這裡有多少第一次嗎? 第一次什麼? 呃... 第一次 他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畫臉 畫臉 對 第一次跟一大群狗在一起 哦對對對 超可怕 他有很多第一次 所以我的第一次就是幫你剪頭髮 好欸 無限站頭 馬上開始 有點刺激耶 這樣嗎? 這樣有嗎? 可是他這裡Q起來 我覺得這裡也要修掉 對對不對 你這邊 這邊就上去 對啊 今天不是這樣 不是啦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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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一定沒有去看人家剃過頭 有什麼情況會看到人家剃頭 或是男生啊 男朋友啊 送男朋友當兵的時候 不是啊 就是他剪頭髮你可以去陪他幹嘛的 你絕對不會看到有理髮師往下錄的 真的嗎? 真的 你不是一個戀家人 因為你覺得你有出國讀書那種 好像都不會戀家 就我也沒有 但是就是 就說起來蠻奇怪的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其實蠻年我爸媽的 國高中就是 可能叛逆會跟家人吵架之類 那時候的個性就開始有點 比較獨立 然後 有自己的想法 對 可是同樣的也不會希望太讓家人擔心 所以其實像假抗的時候 我就沒有第一時間跟我家人講 他們反而從電視上來講 但是你有跟我講 哈哈 我就是不會想讓 要把你當兄弟 對啊 就是他 我是蠻開心就可以認識他 然後就是他會跟我伸交 所以我 無形之中我又多了一個兄弟 對 但我跟我媽是我反而 這樣很好 好的壞的都會跟他講 可是你們 讓他當初我們的關係比較像姐妹 所以我就是也不怕他擔心什麼 這樣也不錯 那妳咧 那妳的哥哥你還沒分享 對啊 那妳跟妳媽媽感情應該也蠻好的吧 因為我們看妳這樣擔心家庭 我覺得我是小 因為我其實很小就離家了 我是擔心嘛 然後我覺得我的媽媽呢 她跟別的媽媽雖然不太一樣 但就是其實她也用她的方式在安逸 對 只是就是我們家就是會比較跟 一般家庭不一樣 像小時候那種什麼 結業典禮開學啊 然後什麼 各種活動 就是有家長要出現的 我們家都不會有人出現 那我小時候就是都很希望 他們可以來學校看我啊 什麼的 但後來就覺得他們比較忙 以後 以後妳去兄弟相的時候 我們大家去看 好 謝謝妳喔 對不對 可是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我媽有點煩 噢噢噢噢 沒有因為 因為我覺得 拔到頭髮 你在他們心裡面 永遠都是小孩子 對 所以她就永遠都會一直在 打電話問妳說 妳吃飽了沒 妳工作怎麼樣 然後妳每天過得怎麼樣 就是妳知道 即使我們都已經三十幾歲 他們還是這樣 就在父母的眼中 妳永遠都是小孩 對 那妳們的家人這幾天有 就是傳訊息問妳們好不好 我突然覺得 好鼻酸喔 對妳太鼻酸了吧 好像就是 平常跟媽媽很常 因為我跟她住 就是她其實就住在我家樓下而已 我每天都看得到她 但是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距離會產生一些美感 對 就是每天跟她相處的時候就會 她講有時候 她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在關心妳 那妳就會不小心覺得說 有點不耐煩 好煩喔 有點跟我一樣 對不對 但是就 對 沒見面的時候才會覺得 好想她 她現在有沒有在擔心這樣 對啊 那她最近有 妳們最近家人有 我跟我們家人就是很像朋友 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呢 就是其實 常常不聯絡 但是一有事情 他們就一定會跳出來 對 好了 你檢查一下 在這邊 這一圈真的很整齊 你看這邊好像缺了 這塊 沒關係 整個脖子都是頭髮 兩個小朋友給誰撿 好像有 兩個小朋友 我自己撿的 你自己撿 我自己撿的 你會撿 你為什麼不幫忙撿 然後要讓她撿 欸我撿得很好 看我們撿得心驚膽讚的 那老大你幫我撿 我想要撿瀏海 就像我只要撿瀏海就好 我想要撿她 我來來來 我幫妳撿 來啦 等一下我 我問妳 瀏海是不是這樣撿 對 就這麼長嘛 沒有不行啦 她變U型的 沒有 妳有看過小丸子的瀏海 她原本不是這樣子 一隻一隻一隻的嗎 然後後來有一次不是被撿壞 她是到這上面 對 她無照她 沒有我跟妳講 她不會是平的 她是U型的 對啊 休好差不多我們去吃飯 好 我肚子餓 真的 好 我跟她說這剛好在客廳 然後跟小豬還有 那個小樂在聊天 然後聊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突然有他們就說 那個靖倫剪完頭髮了 然後我們就出來看 然後一看到 是果果剪的 我其實還蠻訝異的 其實剪的還蠻不錯的 對啊 然後我就 就有想到就是 呃 其實 剪頭髮呢 我兩個小孩 剪頭髮也是 我在幫忙剪的 所以我們很少送去外面剪 就是我從他們小時候就會幫他們修 然後一直不會 不會讓他們就很長才去剪 就一直修一直修 幾乎都是我來做 所以 今天他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很有愛 因為 因為我對我女兒還有 還有兒子做這件事情 就是充滿著 愛心 我相信他們也是 小朋友都是我幫忙 幫忙修幫忙剪的 姐姐 主要就是修瀏海啦 然後這邊輪廓修 就是這邊的 瀏海輪廓修出來 那弟弟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弟弟會 要需要修到這邊 耳朵這邊輪廓 然後還有後面 還有前面 然後比較難度比較高 就是他們會一直亂動 其實是蠻危險的 所以我都會放 就是 他們喜歡看的影片給他們看 然後邊 讓他們比較安定的時候 幫他們剪這樣 那今天 看到果果幫 定格結合法 你覺得可以打幾分 我覺得蠻厲害的耶 他有剪到併腳 然後又 又剪到後面這邊 然後有稍微 這邊也有修短 而且併腳那個形狀是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 可以到一百分了吧 很不容易耶 那你下第一道的時候 可能會怕怕的嗎 會 因為我就是覺得 他是一個 他畢竟是別人 就是不是說自己剪壞了 然後就想阿算了 戴個帽子之類的 因為人家可能有人家 處理頭髮的方式 所以一開始第一道就很緊張 然後就一開始剪第一道 就發現那個線是 好像就是這麼樣子喔 然後就照著那個感覺 可以繼續剪 嗯 我也沒有給 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給別人 剪過頭髮 好像他們竟然提了這個藝術 我就想說 那也就試試看好了 果果他 雖然神經蠻大條的 然後很活潑 但其實他 在做這些事情上 其實很細膩 就可以感覺到 他其實很用心 專注的在幫你剪頭髮 因為是一家人 我們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增進彼此的信任感 我覺得其實也很好 那老大我想問的喔 嗯 我覺得我們大家一起住在這裡 嗯 有沒有哪一些事情啊 是你之前 都沒有做過的 然後跟我們一起 才是你人生的第一次 都沒有做過的喔 對啊 第一次餵 對 也算是餵魚 算是自己家的魚 對吧 不要說餵魚了 你說餵魚 然後今天其實做蘿蔔 也是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 做蘿蔔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啊 其實在這邊做很多事情 都是第一次耶 我 我的那一台車 也是第一次給別人開 你是說 除了進來外 你的朋友們都沒開過 家人也沒開過 完全沒有 我連我爸爸都沒開過 因為他們覺得太危險了 太大台了 那你心臟真的很大嗎 但也是 真的說真的也是因為有你們 所以我才敢 就是硬著頭皮 一起下去 對 講白一點就是硬著頭皮 但是是你們給我的勇氣 是真的沒錯 對 像剛剛老大講的很多 我也都是第一次 然後 我想想我們這些 譬如說真的這樣子去 譬如說在佐媽那邊 真的這樣去做志工 我也只是第一次 我之前去做這類的事情 是剛剛好拍戲 可能去這種現場 我就也當然一起幫忙 但是這樣子 真的是我們自己 自發性的這樣去 這個也是我的第一次 其實我覺得這一趟下來 我會體驗到非常多的事情 是我平常 其實不是不能做 可是有太多 雜事 會去影響我們做這些事情 對 我突然想到 歌草我也是第一次 蛤 歌草也是第一次 我也第一次歌草 那剪龍眼了 因為我跟你講 連當兵的時候 都不是用歌 我 演出炒季 那個什麼 龍眼那一天 其實我 我是很期待 是要去 就是 摘龍眼 我沒有 我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對 那一天 去陪小孩 對啊 那我想問老大 你來這裡 就是 跟我們一起生活 那你是不是很想 阿雅講 怎麼可能不想 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都想他 就是你生了他們以後 第一次這麼久時間 沒跟他們見面 嗯 對 我覺得 雖然還是很想他們 但是我的臉還是要工作 現階段 我是很愛小孩沒錯 但是我不可能 把百分之百的 心全部在這邊 我覺得我應該要把一些 像我的工作也是要拉出來 我的目標是 不是目標 我希望 我有一個成就 然後 然後 讓孩子長大之後 能看到爸爸是這個成就 而不是我要百分之百 一直陪在他身邊 對 這是我覺得 我自己心裡 也要做平衡的事情 你想要讓孩子幫你 讓他們心在偶像 對 沒錯 那你們咧 我媽 我最想念 欸 我真的沒有辦法 好好認真 用去找酒館 我就跟你們聊 我們要先幫你找 最想念 哥哥 就很多人講 我先睡一下 就是 譬如說 對 對 很久 我很固定會打 打告 然後也很喜歡弄音樂這些 那這段時間來 比較沒辦法做這件事 其實 會發現喔 平常在做的事情 每天都還好 但這幾天不能這樣做的時候 就 稍微很一樣 性感 這樣 我平常生活也類似就是這樣 但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跟你在原本的生活來這邊 跟原本的生活 做的事情不一樣 做的事情對 很多不一樣 一方面 家裡也沒那麼多人 這種團體生活 但我是蠻喜歡的 我從 我從小就一直都是喜歡 有些人就真的比較不一樣 嗯 不是說他們不喜歡 或什麼 就是他天生就這樣 如果我是喜歡熱包 其實我自己 我看出來